刚让林算是个狼演员了,2014年,他因为在《交友玩女》中扮演向东海,被扮演技高,接地气等,被狼演关注,由此,刚让林的人气一路飙升,在那之后,刚让林继续投身于演艺事业,只不过他更喜欢做幕后工作,不仅当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,还为此开了一家人世传媒公司,所以,这也是, 为什么走红的刚让林,后来没有拍多少作品的原因,然而,我将那闺女邀请了刚让林,是别有用意的,在节目中,他和江俊任的聊天,引起了大家的注意,节目中,刚让林说道,触摸是我们和俯神之间的一堵墙,就因为这一句话,江俊任似乎忙碌更开,对恋爱和婚姻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受, 也对此产生了更大的期待,也因为这句话,刚让林练乎的胜了越飞,马俊任似乎了一把,而刚让林这次得到节目中的点睛之笔,其实,在一定层面上,却弈于多年前的交友爱你,在剧中,刚让林是一个非常渊秀的父亲,其实,在现实生活中,刚让林的家庭外更幸福, 看得我都有些羡慕了,由于刚让林长相比较非人,严直一般,导致对他的人并不多,加上交友爱你之前他门移气,还是单身,所以,曾一度为自己的婚姻约历过,但,交友爱你之后,刚让林一夜大火,在一次耳然的活动上,他认识了自己未来的老婆石伟, 石伟小刚让林十一岁,是个非常清纯,漂亮的帮美女,和对本的人只有一拼,表连那时算是一定清新,加上石伟长得好,身材好,又为有少年,刚让林没有对立,即刻他使用各种方法追求石伟,表连留了电话号码后,刚让林就计划,如何才能追到石伟,于是,他就被冒测聚会一个月后, 继续电话邀约网测聚会的好友,吃完饭后,刚让林就送石伟回家,而当时,石伟还在上大学,对爱情还是非常憧憬的,看到刚让林对自己这么好,心里脑脑脑的,当刚让林把石伟送到家,石伟准备下车的时候,刚让林就一把拉住他,把自己的情况说给了石伟听,当时,刚让林还专门准备了 表白服,非常直白,最后就说,给他一晚上的时间,明天给他打电话,如果接了,就被表现受,反之是拒绝 不过,后来在深远,石伟给刚让林打电话,刚让林们,你考虑好了吗,石伟不知道怎么的,明天说,就直接答应了 后来,石伟把这件事情,告诉了他都到呢? 当说到刚让林是交友儿女中的刘新的爸爸的时候,石伟的爸爸当局就反对,毕竟他比自己的姑女大了11岁,后来,在交往了几年后,石伟通人问张让林有没有结婚的想法,后来张让林就带着石伟去了当地的结婚登记处,原本就是想看看的,但是工作人员直接暗话不说,就把张站上了, 自己的家人就成了合法夫妻,后来,张让林拍了一部电影中的总动员,寸给了石伟,电影讲述的就是他们另外的经历,更且,张让林还专门给石伟买了一套房子,名字写的是石伟,如今,小林结婚已经11年了,从来没有任何不好的传言,非常幸福,可能他们俩现在在一起,大家会认为,一个是爸爸,一个是爸爸,一个是爸爸, 就是女儿,得知是夫妻后,估计你有谁不羡慕高要林,就是人生人骄傲